自衛城市的發展真的很快 香港現在已經不算真的走得很前 我們需要急起席 聯盟成立這個時間 其實都是一個正確的時間 不論是先知報告或預算外面 大家都看到很多著物在自衛城市發展上 發展自衛城市不外乎有兩個項目 第一就是一些我們叫做Smart的應用 第二我們要做一些標準 這兩樣東西可以說是將自衛城市 這種以科技融入生活的發展概念 去真的應用出來或者做出來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素 聯盟成立可以令到我們香港不同業界的 Stakeholder或者我們的Player 參與在將來我們國家或者以致國際的標準制定之中 創新科技在現今社會日益重要 除了令生活更為便捷 也帶動經濟發展 發展自衛城市 可以令香港變成更積而居住的地方 亦都令我們市民更加便捷 健康和安全 創科局很樂意今天見到自衛城市聯盟的成立 科技發展不單是大學及科研人員的事 還需要港大的市民和業界共同參與 我們相信集合觀產學研的力量 為城市加添更多的新動力 政府會在今年就住自衛城市 會定立一個藍圖 自衛城市的聯盟 亦都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透過這個平台 集合很多不同業界的朋友 為我們一起去做這個工作 這個自衛城市的發展是不會有終點的 一定是會越來越智慧 令到我們大家發展香港成為一個更宜居 更加吸引和更有動力的一個城市 平易給點掌聲好嗎 我們的簡單而隆重的創會儀式 總共亂234 一個操容 一起來 博心 一起來 一起來 谢谢观看